第1集 第2集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Liviendist第2集 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乔乔 Hello 大家好 我是乔乔 另外呢 今天也有 武王部长 跟睡衣熊大 陪我们一起喔 超可爱的 我真的刚看到 就觉得很 很兴奋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一样会在最后出题 讓大家來做這個答題 答對的觀眾呢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我們的 詹姆士 詹姆士公仔 今天詹姆士公仔的兩隻 然後另外呢 也有這個 沙莉的USB 好可愛 另外還有我們Rangers的T-Shirt 那你只要到時候我們會出題 然後只要將證據的答案跟聯絡資訊 留言在底下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我們今天這些獎品喔 好豐富喔 那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公會的系統 喔 公會系統 對 在第一集呢 我們就有介紹了很多 這次Rangers第三季新增的功能 那其中呢 公會系統 就是我們待會要為大家介紹的 那這邊也要先來問問曉曉 之前有沒有玩過Rangers呢 有 我有玩過他們的一些 那個Rangers的遊戲 你是玩第一季還是第二季啊 應該是第一季 是第一季 那是不是因為Rangers的角色很可愛 所以才會吸引你去玩這個遊戲 我覺得裡面就是因為大家都會喜歡就是 他製作的一些角色 而且啊 譬如說我最喜歡的熊 但他在裡面就好像會有Cose不同的角色 對 比如說剛剛看到後面睡衣啊 睡衣什麼這樣 或者是說他有不同的英雄角色 對 然後那些角色都會有不同的能力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對啊 很酷喔 那這次第三季的改版 喬喬有了解裡面的一些內容嗎 嗯 其實我大概知道有改版的資訊 但是不知道正確到底是什麼內容 或是增加了什麼新的功能 好 沒關係 那待會我們就帶著喬喬 然後跟大家 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公會系統吧 好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來到這個公會系統的頁面 在這個我們點擊公會系統就可以進入到公會的畫面來 感覺很好 咦 我一開始先看到這個公會的頁面 下面有一個很明顯的就是簽到啊 對 沒錯 只要你加入一個公會 就可以有這個簽到的功能 那每天的簽到可以獲得100顆的公會寶石 公會寶石 對 那另外呢 如果你的公會成員有10個人以上簽到 你就可以額外再獲得20顆寶石跟1500點的金幣 那如果說就是今天那個有達成員還沒達到 就趕快用那個不同的方式去 對 叫我們的公會成員趕快的簽到 然後越多人簽到的話 你就可以額外獲得越多人的獎勵 其實簽到上面這兩個圖是盾牌還有蠢 對 沒錯 那這裡也是加入公會之後會有的 算是額外幫Redis提升能力的一個輔助 BUD 對對對 所以如果升級它就會增加吧 對 只要你的公會等級越高 它就能夠幫你的Redis提升越高的攻擊力以及防禦力 對 非常的方便 然後另外在左上條這邊會有一個聊天系統 那我就可以叫那個人上來幫我趕快簽到的 我剛剛要想 我剛剛買的就是一開始就想講這個 然後我想說 其實你是想聊天吧 對 沒錯 那在這個裡面呢 你就可以跟你的所有的公會成員去做溝通 那這邊你可以跟他們說 我們待會要達什麼公會副本 然後或者是現在還差幾個人簽照可以拿到額外的獎勵 趕快來做簽到 趕快來簽到 對 沒有錯 提醒他們 對 提醒大家 然後也可以跟大家 也跟公會成員分享 自己Rangers的新的 喔 就是說 欸 我今天打的那關我打不過 請問一下你到底就是知道什麼過 或者是會支援我嗎 對對對 沒有錯 那另外呢 在右邊的成員這邊 就是我們左邊是主要的公會的介面 那在右邊的話是成員的介面 那裡面就會有所有的公會成員的資訊 那你點擊他的這個頭像都可以到他的 很太穩耶 對這個公會比較多元化 他會有日本人 就有各國的人都會有 喔 對 那在這個公會成員的右邊呢 會有一個這個支援的按鈕 對 那你只要點擊支援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協助他 協助這個公會成員 他在PVP的時候可以使用我們的Rangers PVP就是所謂的就是我們玩家去對戰 對對對那PVP又是我們另外一個 也是另外一個系統 就是改版 對也是這次新增的一個系統 對沒有錯 那這個如果支援到你的公會成員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20個公會寶石 哇很多寶石 對很多寶石 好嗨 對沒錯 那這些寶石呢 我們待會也會來跟大家講說 你們收集了這麼多公會寶石 我們要在哪裡使用這些寶石 喔原來他是可以使用的 對他是可以使用的 我還以為他是收在口袋裡面 不是不是不是 這些寶石當然是 就是讓你來可以再增強你的Rangers的能力 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一進來之後 結果看到這個好可愛的人喔 對 這個是我們的公會的守護者 喔公會守護者 沒有錯 公會守護者是用來幹嘛的啊 公會守護者呢 他就是在PVP的時候 你也可以使用公會守護者 來協助你跟其他的玩家做對戰 這個公會守護者他會有一些特別的技能 特別的技能 對譬如說會有範圍的技能 或是會有緩速的技能 那這些都是在PVP當中 可以使得你戰勝對手的一個很好的幫助 喔增加一個把 對對對沒有錯 那其實這個公會守護者 他並沒有那麼容易的 能夠取得 對 因為他的血量其實非常多 他也是一個 算是一個副本 副本 對那他需要公會的成員 不斷的不斷的去挑戰他 然後因為他的血量非常多 是沒有辦法一個人挑戰成員的 聽起來很需要團隊合作 對沒有錯 不斷的請公會成員去挑戰 然後將他的血量消減到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獲得這個公會守護者 所以大家要勤勤努力去打這個網 對沒有錯 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我們的公會聊天系統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因為我們就要討論說 就要溝通如何去打他 對 然後或者是我們現在要先來挑戰哪一個公會部門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挑戰看看 今天我們要挑戰公會部門 沒有錯 那我們要打不贏他 沒有我們就是來看看 至於一點心力 對 至少我們進去看看 在裡面這個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挑戰方式 好 然後他的這個公會部門 那你點每一個副本 他都會有守護者A跟守護者B 那當然越後面的守護者當然是越難 守護手A跟守護者B是 他就是 其實就是不同的能力 對對對 就是我進去看你要當A還是B 對對對 那這個也是大家要去討論的 因為如果我同時開了兩個守護者 那我們要溝通 我們要先去挑戰哪一個 因為他開啟之後是有時間限制 怕力量分配 對對對 因為他實現結束之後 這個副本就關閉了 那你如果沒有挑戰成功 就等於是浪費了 對耶 好酷喔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挑戰看看 因為現在剛好我們的公會呢 正在進行這個 守護者A的挑戰 那我們就進來挑戰看看 可是你們不是已經有A了嗎 對他 在持續挑戰的話 可以讓守護者等級再提升 真的假的 會變更強就對了 才變成可以再提升 原來如此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 我們可以看到 有人在打不贏 對已經有人打很多了 有人打了9% 所以剩下1%嗎 好等一下我們先來看看 所以你打了99% 所以剩下99% 不不不不 剩下99% 我先想到剩1%跟你撿回家 這邊現在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 我們有這個公會成員也已經在裡面 你看到每一個Random頭上 他會有我們的頭像 對 那個就是 你的成員 就是他們的 那個不是我們叫的 對 那我們現在叫出 好可愛喔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 一直丟東西 對 這個感覺就變成是 跟公會成員在一起跟 這個守護著做對抗的感覺 對 對 沒錯 那我們這邊也可以趕快來幫助我們的 這個 趕快 不要聊天了 趕快幫我們打 然後這個 副本站呢 通常會有一個時間限 對 對 你看右下角這邊 時間結束的話 我們的挑戰就結束了 13秒 對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 我們都好像沒有 一直沒有攻擊到這個 為什麼 對 因為 他的血量比較高 所以 我們有攻擊到這 只是他的血量沒有削減 對 因為他的血量太高了 那這樣只要打很久 對 所以這個就是需要大家 一直一段來去挑戰 跟去 團隊合作 然後來 來抽屈的一個 去我們分考 好 那我們現在時間就正常 我們最後一段說 應該 趕緊 喔我們又打到他的一拍 打到一拍 這個已經有進步了 對有進步了 所以我們就是 這個 這個部分其實 沒有那麼的簡單 是需要非常多的時間 跟這個 團隊合作 然後才能夠挑戰 我剛剛看到你打完他 你看到傷害還會有公會送 對 所以每次挑戰他都會獲得 公會寶石 那一天有幾次咧 一天可以挑戰 三次公會寶石 所以我一定要記得 打這三次 不然的話 就沒辦法獲得公會寶石 對沒有錯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從一開始 介紹到現在 我們在中途也有獲得 非常多的公會寶石 對啊 大概有三百多個吧 有 有啦 有這麼多嗎 我家 你一開始先領一百顆 你剛剛公會寶石 你剛剛公會寶石 然後 資源系統 在 我有心裡有在算 又兩百顆 女生對這個 超敏感 超敏感的 好那接下來 我們就是這些公會寶石 我們要在哪裡用呢 我們在這個 主畫面的 右下角這邊 有一個商店的按鈕 好 我們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到我們的 這個公會商店的介面 就可以買東西嗎 對可以買東西沒有錯 我看錯是八萬一 我看錯是八萬九 八萬九耶 你有沒有八萬九耶 你看兩萬一 我們兩萬多而已 好少錢喔 這個公會 這個公會呢 賣的是這個 飾品 那飾品呢 也是我們第三季改版 新增的裝備之一 新增的裝備之一 但飾品有什麼用啊 飾品它 每一個飾品 它都會有不同的功能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就是有 物理攻擊 八萬一的這個 對對對 然後它還有魔法攻擊 所以每一件飾品 它都有 不一樣的能力 哦 對 那在右上角 點擊這個 沙漏 沙漏的話 你就可以重置你畫面上 所有的視頻了 就是 表示說我們今天 視頻我都不喜歡 對 你想換一個 對就是譬如說我現在想要 我就是想要 加很多攻擊力 但是畫面上就是沒有 那你就可以點擊 右上角 那個 沙漏 然後耗費五個 紅寶石就可以來 重置所有的清單裡面 視頻喔 所以我如果 不需要的屬性 對對對 我們就可以重置 然後來 換取更好的獎勵 好 那 視頻是可以 給我們的Ranger去做 對 那我們也 再來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裝備系統好了 好啊 好啊 這個也是這一次改版的重點 就是 只要 點擊你的角色資訊 然後 左下角這邊的 箭頭按下去之後呢 它可以穿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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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穿了之後就會上去嗎 不會 它主要是提升能力值 但是它不會出現在畫面上面 對 那這邊就分別有這個 武器 防具跟飾品 然後每個Ranger都可以 裝備三種裝備 三個裝備 那這個裝備 如果一樣的裝備 都可以做升級 互相疊加 然後提升能力值 對 沒有錯 好 那這個 今天的節目呢 也差不多要到了最後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在最後呢 要出題目給大家 是 請小喬 請小喬幫我們出 我出題目嗎 對你出 好想一個超難 要要跟剛剛有關的喔 要就 我為大家自己生成八字嗎 太難了吧 自己都不知道 誰猜得到 好 我想請問一下大家 剛剛進入工會副本裡面 第一個守護者 對沒有錯 叫什麼名字 是女的那個 你的公正手 你的公正手 你的很大那個 很難 我們剛剛有挑戰 很高很高 我們剛剛有進去他的這個 公會副本挑戰過一次 是 那只要將正確的答案 留跟你的聯絡資訊 留在底下 那就可以 有機會可以獲得 我們的這個周邊商品喔 超可愛的 對沒有錯 好 那最後呢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了尾聲 那下一次的節目呢 我們會在 12月18號 會有我們第三集的 Dine Rangers 那也請大家要準時收看喔 那我們今天的工會系統 介紹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掰掰 有準時收看喔 哈囉大家好 又看到我們回來了 因為剛剛在節目結束的時候呢 就有發現這個熊大一直吵著 他們也想要進行這個扭蛋 所以呢 接著下來我們就另外有準備一個特別節目 在我們會讓熊大來進行扭蛋的部分 耶 那我們這次要進行的是 Renders 我們來看看熊大 能不能為我們轉出 八星的Renders呢 來 我代替這個熊大 好不好 因為他的手沒辦法按 來 3 2 1 酷 你按一下 好像不行 呵呵呵 好我幫你按喔 熊大 熊大你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待會熊大有沒有辦法 轉出我們的 八星的Renders呢 有嗎有嗎有嗎 喔 五星 欸 還是五星 還是五星 熊大都沒有轉到姿勢 欸 好我們來了一個六星 掰掰 喔 七星 七星 七星欸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有沒有熊大呢 欸 沒有熊大 啊 有點可惜 好 不過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最後的轉到 這是由我們的熊大轉出的 那我們又轉出了兩個六星 還有一個七星 謝謝大家喔 掰掰